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掌声 李宗盛 今天又来到我们 以健康有约好不好 健康讲座 今天呢 因为每个礼拜 的状况都有点不一样 遇到的case也不一样 所以今天呢我们会遇到一个case 就是癌症病的case 那刚才又听到了 这位朋友讲说 四岁的小孩有cancer 对不对 那我先讲解一下 我先讲为什么小孩子 四岁出现就会有癌症 要不要听 我大致上解释一下 人家里面有一个概念 很简单 今天 如果你的爸爸 或者妈妈 叫做阿公妈妈好不好 他出生的时候 他生你的时候 生你爸爸的时候 他是26岁 你看如果你的阿公妈妈 生你的爸爸妈妈的时候 是26岁 所以你爸爸妈妈生出来的时候 他的年龄是 50岁 但是他的DNA基因 是几岁 26 看到了 知道好 然后呢 长大了之后 刚刚刚好又跟着 怎样的爸爸 就有怎样的孩子 假如说 我们来打一个女爸爸 然后爸爸 你的爸爸也是一样到16岁生你 或者妈妈也是一样 26岁生你的时候 你生出来的时候 你爸爸妈妈生出来的时候 那是0岁 但是你爸爸妈妈妈的年龄是几岁 52 52 可以懂我的概念吗 可以懂我的概念 OK 然后呢 到了你这一代的时候 你要生 就是他生你的时候 你出来的时候 DNA是52 那到了你这一代 你要下一代 对不对 你生你的baby的时候 如果你生你的baby的时候 也是26岁的话 对不对 所以 虽然你的baby是0岁 但是你baby是 DNA是几岁 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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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想问你一下 如果我这样计算 推算下去的话 是不是 一代不如一代 对 是不是 是 一代不如一代 对不对 我打一个比方 讲解一下 我怎么知道 这个状况是 是很 逻辑性 打一个比方 我的二女呢 二女啊 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的时候 对不对 就已经每天都在吃150粒的小鸟 就是我们的 爱上打里面 有青跟绿 红吗 青色的那个呢 每一天是150粒的 所以那个六个月 怀胎六个月都没有去 可以医生看 完全没有 也没有什么安排药 什么都没有 就是 当然吃小鸟找了150粒 OK 吃到六个月之后呢 就给医生check 他说 哇 不说你没有来 但是 他说就是太麻烦了 没有来了 只是到最后呢 看管理很健康 然后呢 再给他一些 啊 其实对我们来说呢 那已经很重要了 所以就很了 然后第二胎呢 生出来了 我的第一胎啊 我的第一个 我的大女儿 需要两个小时半才生出来 出来 那是我的第二个女儿 15分钟就出来了 对 第一胎是第二胎 有差别 当然 但是 因为第二胎有经验的嘛 对不对 15分钟就出来了 出来了之后 你还记不记得 所有的每一生出来 前面的五天 五天之后 他都做什么事 他会故事睡觉 他会去做检验 对不对 检测 医生都会检测的 那这一次呢 我的第二胎 第二胎去到那边的时候 他觉得 他用多久来讲 他验来验去 他连去 重复验两次 我就问他 为什么你要验两次 他说很奇怪 我怎么找不到 那个reading 找不到那个指数 我说你在找什么 他说很奇怪 为什么 我怎么找 那个王胆指数 都是零的零的baby 我说 王胆指数 生出来的baby 一定要有 对啊 现在的baby 应该都有王胆指数的 你的baby 没有王胆指数 是很奇怪的 那我就问他 那是 好还是不好 好 很健康 那是不正常 你们听到什么 你们听到什么 就变成没有王胆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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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正常 也就是说 现在所有的孩子生出来 一定有这个 一定有那个 一定有这个 对不对 也就是说 但是我们以前 他生存到又这么次了 听懂那概念吗 所以整个 整个身体 跟整个医学的这个角度 已经去到 有病是很正常的 健康是不正常的 不正常的 如果你三天里面 真胖三公斤 这么正常 不正常 不正常 正常 三天瘦三公斤呢 不正常 不正常 有问题 掌声鼓励一下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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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